罢闸今天的8点30分左右开闸泄洪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 我们继续来连线驻守在当地的总台央视记者任轩 任轩你好 那么现在王家罢闸开闸泄洪呢 已经过去有七个多小时了 目前王家罢闸的水位如何 好的 真丽 那我现在依然是在富阳市富南县 境内王家罢闸的下方 那我们刚刚已经拿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那截止到下午的4点钟呢 王家罢闸的闸上的一个水位呢 其实又迎来了一次富长的一个过程 那截止到下午4点的时候呢 水位已经达到了26.72米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水位呢 其实已经距离早上开闸泄洪的这个水位呢 仅仅只有3厘米了 那其实为什么王家罢闸它会 的水位会出现一个富长的过程呢 我们也从当地的水文部门进行了一个了解 那根据水文部门提供的信息是 目前从淮河的上游地区来了大量的这个洪水 还在依然不断的向王家罢断不断的涌进 由于上游的来水量比较大 那王家罢闸往下的这个泄洪量呢 其实是控制在了一定的量以内的 所以导致了王家罢断的这个水位呢 出现了一个富长的一个过程 并且目前呢依然是在保持着一个上扬的一个趋势的 那其次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到 现在王家罢闸下方的这13个闸门已经降了下来 那我们也从扎管处了解到 为什么闸门在开启了以后又降到了水面以下呢 那当地扎管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是为了再进一步校准向下游分红的一个这个流量 那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规定呢 为了保证蓄洪区内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安全的 在淮河王家罢闸的这个泄洪量呢 最大会不会超过1600立方米每秒 因此呢在这个开下蓄洪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扎管部门呢是需要不断的 对这个泄洪的这个流量进行一个校准的 以进一步来严格的控制这个蓄洪的一个安全 那其次我们也这个了解到 什么时候在王家罢断会出现一个稳定下降 水位稳定下降的一个这个时间呢 那首先要等待上游可能会形成的洪峰 经过王家罢断以后 那等到这股洪峰经过以后 王家罢断这个水位呢 才会正常的出现一个稳定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 那其次我们现在也从这个当地的这个防汛指挥部了解到 目前从王家罢斩往下的这个洪水呢 已经到达了在某蛙旭洪区内的四个乡镇里的第一个乡镇 也就是王家罢镇 那目前从王家罢镇当地了解到 在王家罢镇整个的范围之内的 所有的通道呢都已经出现了积水 积水已经达到了两米 目前所有的通道已经处于一个交通中断的一个状态了 目前呢在积水还在不断的向这个庄台的上部在不断的蔓延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那由于在所有的这个庄台呢 都是处于一个30米左右的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这个高度的 因此根据这个猛蛙旭洪区里面最大7.5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库存量呢 它续洪的这个水位是不会超过这个 这个庄台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高度的 那其次我们也从当地了解到了一个最新的情况 就是除了我所在的猛蛙续洪区已经在今天正式开闸续洪了 那在这个怀在王家坝炸下游的怀河引上南润段 江唐湖以及邱家湖三个行续洪区呢 也分别于今天上午的9点16分12点 以及下午的1点开启了闸进行了续洪 那这三个行续洪区总的库容量呢 将会达到11亿立方米 那他们和启用以后呢 也会和我所在的这个猛蛙续洪区一起 有效的来降低怀河干流的水位 减轻呢下游的一个防洪的一个压力 那其次为了应对目前这个洪水 已经向下游的这些猛蛙续洪区里面的乡镇 不断的涌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那当地目前也已经准备好了应对的措施 包括已经调来了各种冲锋舟 皮滑艇等等的这个用于交通的这些设备 因为首先虚洪区里面 如果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水位上涨的一个条件之后呢 那首先在整个一个虚洪区里面 它的交通是要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影响的 因此如果在庄台与庄台之间 有居民有出行的需求的话呢 那就必须依靠应急部门来提供这个冲锋舟 来帮助他们进行出行 那其次第二点呢 在庄台上生活的这些群众的生活呢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为他们会面临着生活物资的一个缺乏 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 在生活在这个庄台上 包括宝庄围里边的这些 19.5万人的这个群众呢 他们的供电供水是有保障的 那目前在虚洪之前呢 当地也已经组织了群众 进行了一定的这个物资的供应 物资的这个准备 那在后续这个虚洪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出现了物资缺乏的情况下呢 那当地政府也会及时的 向他们提供一个相关的保障 那除了在目前的一个这个冲锋舟等等 这个交通设备的到达了 到达了这个乡镇里面以外呢 那多支的这个救援力量 也正在向这个猛洪旭红区里面的 四个乡镇来集结 那这些的救援力量将会 共同来保障在接下来 整个一个旭红区内 整个在猛洪旭红区内的一个 应急的一个需求 那对于这个洪水 什么时候会到达最下游的乡镇呢 目前也有了一个详细的 确定的一个时间吧 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夜间开始 就会到达最下游40公里以外的 告台乡 那到达告台乡以后呢 那就面临着整个一个猛洪旭红区 都面临着一个被洪水 被洪水受淹的一个状态了 那接下来这样这样的旭红区 将会持续多久 将会对旭红区内的群众生活 造成多大的影响 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这个助手当中呢 来进行进一步的更新和关注 那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 好的仁轩也谢谢你的详细的